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从六十二页开始 那么要讲这个之前 我们上次有交代 所以眷恶的部分是会 师父这边会当作补充 例如像今天 要开始讲之前 就是要延续 我们讲 修道你基本要 有福德之良 还有清净的智慧 你才能不断的是提升 提升你的修行的次第 那智慧是要让你 离开三界 因为你修福的 这个过程 都还是在三界内的福 那所以 你必须把你修福 要转成智慧的功德 上次稍微简别一下福德跟功德 就是你破除内心的迁滩 我像 我的贪取执着 那于外在饶意众生 修的种种的福 都可以帮助你内在的观察 是不是有我像 人像 这样的烦恼像 那就是我们讲的贪嗔愚痴 那所以 那你的这个智慧 也从来没离开福德 如果没有众生的一个远禁 你没有办法去观察 你内心 是不是真实的 这个 无我 无我所 所以 借着这个布施的修福 慢慢 聚足 这个 慈戒 他的观修 那他忍入 让心有力量 那在当中不断的做 精进 那产生 定与会而知 那所以 总来说 以饶意有情为发心 如果你听懂这一段 你就知道 原来饶意有情不过是借敬修行 饶意有情边众生边原来要处理内在的自信众生 你内在的众因缘 受众因缘想 种种的造作众因缘的无名行 那所以 福慧就是我们的菩提的两种质量 我们过号现在用一个名词叫庄严 你有这样的觉造觉醒 那将所修的福德 福慧二知呢 就福慧二知良 觉知良 那我们名为庄严 所以在一开始讲菩萨 菩萨具足的二庄严以 那底下开始要讲摄取众生的时候 你这时候摄取众生就不是以 你是我的徒弟 你是我的学员 你是我的昌虽众 就不是以序众徒弟子心来做这个事 所以这个菩萨的一开始的这一句 那我们先起个头 但是我们要往前讲 再把福慧二种庄严 什么叫福 什么叫慧 那所以就是白板写的 那当然我们在课后会请班长 再把这个眷恶的档案呢 都上传到这个群组了 今天似乎来不及上传 那所以就先把这个眷恶的后半段 那今天用白板 大家用操录的方式 操录的方式 那济世本上也有 我已经把它腾到济世本了 那所以你们 你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剧主二庄严 那菩萨要剧主 两种庄严 这两种庄严也是众因缘法 那这二法呢 能自他庄严 你自己受益 众生也受益 那从两方面来分类 一就是福德 二就是智慧 福德门跟智慧门 那么这两种呢 显然他不是分开修的 他分类 但他没有分开 记得 所以他分类 让我们学习 他的福德智慧二门 但是他彼此呢 却互为官代 互为官代 等一下底下就会讲 那我们来看 和因缘 来具足这两种庄严 第一个 就是从六波罗蜜 我们这堂课呢 为什么前面会先开 失戒人 因为我们福慧二门 我们先讲三个初向 那我们上个礼拜 也讲到六念 六念里面也具有 这个福慧二门 叫这个 皈依三宝 我们讲要具足信 佛法身 三宝的信 还有第四个 四不坏性的戒 还有布施 还有念 慈悲喜舍的天 天修的法 就慈悲喜舍 名为福 那我们来看 这个 上面 这个白板右上方 你们自己写 这个六度的 失戒 我们累积 在座的各位 就如同金刚经讲的 布于一佛二佛 佛与佛之间 你来到世界 你已经聚 就算没有佛为你说 你已经聚足 从一佛 那你去修学 那二佛再来是肯定 你必须从 布施慈戒 此人布于一佛二佛 三四五佛 久修 布施慈戒 金刚经里面的 这个第六分里面有讲 你要不断的 这样的修学 修学到 你具足这样子的 布施慈戒的三根 所以 失戒 那不断的 没有疑问的 这样去做 精进 这个就是福庄严 所以这个上面的第一行 失戒精进 名为福庄严 名为福庄严 那第二个 当然就是忍 定 智慧 为智庄严 那么过去师父呢 在失戒忍 我把忍当作是一个 有听过书讲忍辱的话 你就知道忍辱呢 初分相 就是对于师跟戒的精进的相貌 就不因为众生的 这个赞叹与不赞叹 对众生他亲近不亲近 众生他如法不如法 你都能生忍不断的师跟戒 所以生忍不断的师戒 就是属于天福的精进相 那精进不断的忍到法忍 师父这边特别把它做一个连结 就是说你很难忍跟精进 就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关键 所以你也可以把忍当作福庄严 也可以把忍当作智庄严 是代表有时候说法的关系 有时候这个精进 师父就会讲说 师父之前的讲说是把 师父之前的讲说是把 师、业、人、他们福德门 他们福德里面有生人跟八人 那在这边第一个层次的精进 就是生人 那第二个层次的精进 就进入到第一个会 而且师父可以说 对听过师父早期的课 就是说 师父在讲的忍 那时候有分生忍跟法忍 与众生一切众因缘 都是产生力源对近 你布施的对象 持续的对象 你去做内在的生人 所以那个就是用忍耐的意志力的培养 培养出这样的三根 三忍 那最后法忍是因为与法 你认为法就顺着因果的法则 我已经是佛弟子 我不随业 第二个我相信因果 所以我不从众生变召二 我反而召善 而愿意修忍 所以那个法已经从因果的业元法 到后来第三个法 常常思维空观 无忍受的境界 布施的对象 布施的这个钱财 布施的我 到这个所谓的空性的思维 那这时候忍入的这个初向 到细向的时候就产生了定慧 所以第一个精进会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精进进入到法忍 不断的思维叫精进 所以生忍法忍 所以这里面你就看不到精进 师父用这个 生忍法忍把精进在里面不断的循环 精进不能停顿 所以精进我们要别出一个 精进是一个法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 一个我们讲的世间勤劳的上根 所以它变成佛德门 所以这个角度的精进 狭义的定义 这里的精进是广义的定义 所以精进不能被定义的 它是产生要跟定慧产生空性 所以精进实物用这样的表达 你只会看到五个 那精进如果精进是说 我在外面就这个人很精进很勤勤恳恳 这个精进就变成这个了 它是佛德门 这些细微处 若你有去读大制度论 其实它都会交代得很清楚 那因为我们没有别讲 世界忍禁定 就是它分散在大制度论的第十二卷到第十六卷 那现在整理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在这个 这个 具足福会二门 那告诉你 其实六度中 我们为什么对初学就要讲六度 因为你们不是认识佛陀 才有六度的上根 至少福德门 金刚经已经给我们启示了 此人不于一二三四五佛 久修这个布施词戒的这种精进相 当你慢慢听玻璃才能入心 你有这样的福德门 就要听这个 当你要听这个所谓的忍入升空信法的时候 你看金刚经后面割力网割结身体 那在从中告诉你无偶像无人像的道理 所以不是于一佛二佛 各位就是菩萨 要走菩萨道这一条 就是我们不能少上根福德的这种因缘 所以从六波罗密 辩德师界精进 名为福庄严 得忍定智慧 名为智庄严 所以精进跟忍 这个地方 师父就把它特别框起来 特别框起来 那么在我们基础佛教里面一开始 从信入门的话 其实一开始就有讲 各位要归依三宝 那最后也告诉各位佛陀 离开他的这个百年世线离开我们 他并没有真实离开我们 我们要以什么为师 对 你的三宝信仰必须要在 佛陀所制定的戒法里面 去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从向上的这个佛法身 已经是住持三宝 他是向上 但是佛陀这个六念法里面 除了源于四向上 你修福 佛法身是个修福 你要把佛法身变成体解大道里面的理体三宝 你的清净佛性 本具佛性 你的本性体解大道发菩提心 发无上心 那去受学一切佛陀所教导的这个法 那那个法变成你自信的清净法 就是变成这个观照 那从我们身 我们身的一个教导 也是四向上的一个表法 引发你愿意修道的 身口意三种清净 也就是说所谓的同理大众 这时候的同理大众 同理内在的受想型 这个变化万千的自信众生 所以这时候要依止什么 依止戒法 所以这时候是把身 那个皈依身 就已经不是外在的身 是你的身口意 所以你的佛法 你常常念佛 每天香花灯 从世修变成理观 我的内在的清净觉 我本自具足 我是未成之佛 所以你每天的上香 就是在尊重己灵 那你每天念的皈依文 就是在提醒自己 我是一个佛弟子 要常自观照 那皈依身 以这样的一个起觉 互念你尊重己灵 而互念你的这样的一个 刚刚讲的意念的法 那表现在身口意的观察跟修行 就是皈依身 所以这时候你同理大众 就是同理自己的身口意三叶 就是我们常讲的 你要身观五蕴的过患 那五蕴过患 那这样的观察呢 就是皈依身 那所以从相上来修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身 那当你点了这个灯 为什么要回归到离体的时候 这个对佛的灯供养 犹如其自己的清净觉的智慧 那这个修学 种种的清净的善法 愿以饶益有清净 种种的善法 度脱一切苦 意念这个法 那这个火 那这个法 我们讲法就是我们这株香聚足了 那个烧起来的 这个香 就像我这一念觉 策动我的身口意 策动你的身口意 就像这个香烧出来 是戒香腹育 是众生闻的都欢喜 那所以这时候 佛法身的这个香花灯的供养 就代表这一念觉 愿修种种善法 那个花 那策动身口意 就像这个香 所以你的身口意的 给它感觉 人家是很欢喜的 我们闻臭会怎么样 哎哟 对不对 所以你一出现的时候 人家就纷纷避你而去 就是那个意思 那你出现的地方 人家见到你的名 声欢喜心 听到你的名 声欢喜心 见到你的人 这个身就愿意跟你在一起 听到你的说话 人家会生起菩提心 这时候你的身口意 就像香一样 能让人家心生欢喜 发菩提心 所以一切都是来自你的戒香腹育 你的身口意的 衣品的戒法 所以佛法身是你基本的 这个根本质的医子 那展现在这个戒 布施 还有这个事无量心 慈悲惜舍 这是慢慢产生的浮相 所以在最初建立信的时候 就具足这个六念法 那么菩萨呢 从这两个角度 菩萨具足这个福治庄严 但这边二庄严也是讲这两个 这两大段 但这边二庄严指的还是福慧 那这两大段里面 我们只是用不同的面向来讲 福慧二严 那也刚好是两大段 两大段 所以菩萨具足是二庄严 能治他立 他这里面的发心是 为诸众生受三恶苦 而其内心不生幽悔 不是真的要去三恶道 是否这边标现起来 那个三恶道的苦 就众生极大的贪嗔痴的相貌 在我们在立缘对境的时候 我们内心是不是产生 会不会被触恼 那时候你有没有跟他以苦照苦 这时候你慈戒了 这时候你是以慈心来关带 所以你即便修布施法 他回应你也是极恶的苦恼相 那你不会因为修善法 而在当中再起恶法的念头 所以代受众生苦 很多人会理解 我帮助他 结果我还要去地狱 我们还不到这个地位 但是一旦你启动 累劫跟他一样的烦恼 你就是往那边去 即便如此 菩萨都不会追悔 但是我们不要修得那么猛力 我们现在修当了下 你要互助自己 不要有三二道的烦恼 所以这个受就是我们常讲的进度行者 你这一期的夜报是不是去定业 这一期就叫死亡的定业 你那时候有没有老病的苦 一定有啊 你这期生 最后结束这期人生 要告别人生的时候 是不是又就是慢慢老了 慢慢这个病了 老病的一个苦相 那所以我们进度行者讲 生无病苦 括号 什么 要求生无病苦吗 这样求会不会太太太愚痴了 不要求没有老没有病 所以我没有看过进度行者 求不老不病的 但是我却有看到很多的行者 在里面起一点颠倒 就追求这个养生食品 追求无痛往生等等 你或许有福报可以减缓这个 但是你内心的正之间要 生无病苦 受 受才是重点 你先要接 观念上接受了 那是自 智慧接受 这个受就是被召见 但是立元对境的受 就是一个惯性 对不对 你吃饱有吃饱的饱受 恶有恶的恶受 这受能不能主导 不行 因为它就是前五世 到你死那一刻 它是不是立元对境触发 一旦要触发 所以我们要求的不是 无老病苦的现象 那个关键点 念佛人的关键是 生无病苦受 那个字被隐藏起来了 我要求生无病苦受 心不贪恋 所以你无受 那个想就会被摧毁 你受既然不随他 想运 就是因为这个想 就是你一直在创造念佛的想 义佛念佛想佛 名号创造 是不是在这个想运 所以你内在的受想二众生 是不是一直在被瓦解 就是那个势力 轮回的那个生命们 是不是一直在被遮止 所以这时候的受 就是以这个念佛的一个相续 让这个受不随他 那想 就是你念佛的念念相续 那你除了这个之后 不再造作 就是无形 心不颠倒 你这个时候心的状态 就是那个造作很低了 所以你的受想行 是因为你已经如实接受的 这个净土往生的最低标 生无病苦 心不贪恋 因为你念念想佛念佛 意不颠倒 你的意不随莫纳士的行运 造作不已 所以为什么没有行运 因为想运只是要念佛的一心 为什么能一心 因为所有的受在我现在到往生那一刻 我最在降伏这个受 所以你的受想行 就是五六七 生无病苦 心不颠倒 意不贪恋 如入禅定 你能保认这个状态多久 那这个是我们的最低标 念佛人的最低标 对不对 那所以看到这边 你就知道 一样我在慈戒的时候 也是这个状态 这个受一起来的时候 我带众生 你面临这个不失 你一旦启动跟众生互动 尤其三二道的众生 我娑婆界的众生里面 有三二道的那种种性的 就是你对他好 他不见你对的你好啊 尤其他会展现在亲人里面 外面的人还不敢讲 坚酸刻薄的话 家人最会讲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悲心意念 因为他是你家人 所以你愿意意念 如意直想 若是路人 你才不管他 也是 他是家人的亲 但是借此的亲 修学 亲近的关系 就是他在痛苦当中 我不要跟他计较 所以你提供利益帮助 他是你应该的 因为这一年亲的缘 业缘 那这年的业缘 这个业我不要被他绑死 我要去净化他 所以才能转响 所以代受 所以照顾病人苦不苦 苦受 有啊 所以不要空口白化 你照顾看看 动不动就会掉入 掉入伤二道的种子 那你不生 那内心不生优惑 你的瘦没有 悠口苦恼瘦 那这时候的瘦 第一个瘦 就是你随缘消炎 第二个瘦 不产生优惠 就是进化 你要这样理解才那个 要不然没有人敢行菩萨道 我帮助众生还要不忧 还要堕入三二道 还要不生忧恼 因为你把它片断了 你没有把理跟事融通 就会把理解 帮助众生 带众生苦 带众生的因果要下去 因不因果 就看你要不要结这个因果 你内心的手 可以转 所以我刚刚讲 我不是 不退菩萨那个对 不请之有 广泛的这个众生 我先从 轻的众生里面练习 因为亲里面有缘 我知道轮回缘亲 就在现前这一念 现前的因缘 现前的一念 去造成 所以修行是很务实的 是在这个地方务实 他的广大 是要我们发这个广大信念 说 地藏菩萨 他也是一起一起 当人的儿子女儿 有一期的父母 那一起的父母 有证件父母 也有邪业的父母 对不对 他就是在顺逆二元里面 去一起一起去 变成一切众生 变成他的所度 才有三恶道里面 去度众生 那我们在一起里面 我们就从因地 来看待这个故事 那你这样才不会 我们讲的 修行就不惨 一不患 你不要残取与缘起 残取这个亲 开始又变成冤队 那也不幻想 他就在现实 活生生的 现前的这个因缘 那就是你的业缘 自他的业缘 那可现前这一念 却是能转的契机 所以在这里面 能自 因为有这样的智慧福德 我们在训练的这个六度 乃至这个六法 里面的药 就是帮助我们理解 这个五蕴的过患 借着利他的过程 你会看见五蕴在这边 有我 有我所产生的苦 产生的受想 不断的迁流变化的行运 所以我们的苦 来自于你对这个行运 不能遮止 不能转换 遮止就断 断相续 转换就是我们现在 听闻的善法 所以律一戒就是遮止 你不要再相续了 以苦再起祸再造业 律一戒的功德 修善法 就是要你能转 善法的思维 所以善法 大概大圣经典的善法 都是菩提心 利益大众的这个法 的思维 所以为助众生受伤而苦 所以众生里面 其实他也涵盖 自他众生 所以这边讲的 自他不是只有讲到 这个 符慧的自他 这边讲到你的众生 有自信众生 还有这个缘起 法界的众生 自他众生 其内心不生忧悔 忧愁苦恼受 忧悔就是忧愁苦恼受 所以第一个受 如实地面对 那个受就是你有自他的业 所以他一定会起来 但是这个受一起来的时候 你的想运 你怎么思维的 你怎么转想的 所以转成到后来 你的受 不是跟随第一种那种 贪嗔的情绪上的受 第一个受起来 你能降伏 若能具足恶 似恶庄严 那个似恶庄严 我刚讲过 除了符慧 那也讲这个第一大类 第二大点 第二大点 也可以讲二 智慧庄严 当下就是福庄严 你有这样的智慧观照 你当下那个智慧 都能纷纷转成 你的福德庄严 可以顾 这时候的智慧 庄严 集庄严 这两个变成一体了 它其实转成功德的功 转成功德的功 何以故 因为我们久修的过程 就是指我们 福智慧者 我们在这里面 常常以智慧来观察 修福 那修福慢慢的内心清静 这福转成功德的过程 我们会有 我们会乐于修善法 能修善法 那能修善法的内涵呢 就是回到我们最初这堂课 讲的十善业道经的状态 那十善业道经 你看一开始我们讲 它已经了知生命的虚幻幻象 十善业道经也是我上的 它一开始的第一段 就讲了虚幻幻象 佛陀一开始讲 就是已经了知生命的生命无常 所以生命是用来学习的 所以它在这里面 能慢慢具足 生口意的情景 生三口四 这种四种恶业 它能遮止 那这个断二修善过程 不断看后面的义根 少贪 少撑 少鱼吃 所以会回到这基本具足的十善 十善法 所以这就是这一段文 它说我们已经从这个修十善的过程 慢慢具足菩萨道 那转业的过程 你看 那生三口四 去对应到这个世间的福业 杀对应到这个所谓的 不要 你能离杀 你能断杀 你慢慢就不会去短命 短命对于 在生命的过程 它常常会中断 那偷盗 那常常 偷盗是对生命的一子 就是那个财富 你的断人财富 犹如杀人父母 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的时候 异于父母 可是长大之后 你异于的财 就像你的父母 要活下去 所以偷盗二支 都是会去中断 你学习的一些好的条件 所以具足这个十善 就会获得财富 财富就是我们资财 跟好的色身 学习的工具 工具跟条件都具足 以及大自在 有的人 你把这个 包括像刚刚讲的 不两舌 不携淫 就是你的 还有财富 还包括人之间的关系 那你看有些人 具足财富之后 就怎么样 口袋有钱 就开始要 要当皇帝了 要纳六公后非了 对不对 那整个 他的企业 其实就在他这个时候 就争吵就开始来了 斗争就开始来了 所以就不自在了 所以能获得财富 还有大自在 你获得福 一定要是轻福 一定要有利于 你这个自他的和和 跟能进入到修道的条件 所以因为有那个 十三页里面 后面的贪嗔痴 那个重点 那是三种上根 上根去转前面的 七种持戒的福 让他不断的进化神等 让他更清静 所以得是恶故 才能自立即立他 所以这段文里面 特别 讲到 后面要收位 像这样子的 有志之人 其实不是别人 就是我们 这个志不见得是 一个满志 就是我们这过程 在修学这样的智慧 所以代表有志之人 在学习这世间法 于学终胜 这个例子我也讲过 就说学佛 他知道这种观俏 他知道 我要以佛这种 贤人圣者的智慧 去知道 这个当做 那个不当做 这个做对有好处 而且对终生有好处 那这样的智慧 在他一起一起生命 在学习释法的时候 他用这样的智慧 他在那一个领域 生命 不管是唱颂也好 就是他可能是歌手 他在艺术领域 他在物理科学领域 就是英明领域 或者他在工巧 他在建筑 他在各种工 包括你煮饭菜 这个也都是工 他在五名 五名里面的四个 世间的这种 种种的学习里面 他都是会殊胜 他会把它做到最好 所以以前我批评过 你如果在世间上 某一种领域 都属于要求很精准 很注重前后因果关系 那你来世间 来在佛门里面学习 你就不是属于那种 我们讲的随随便便 你的自我要求的这种善根 就刚刚讲精进根 这个会让你在这个领域里面 是殊胜的 是略胜一筹的 以示因缘 才有你现在看到了很多 他在世间有很多的财富 大致在他的一个学有所成 那菩萨进入到 这个出世法的时候 因为他不会以这个为满足 所以因为也是具足 这个福治二法 所以从前面讲的 他以世间的这个利益 这一期自利利他 他也顺便修下一期 他要再增上 所以能二世自他利益 那所以他怎么做呢 他在这一期 不会因为他过去的一个精进 现在展现了福报 自利利他而满足 他会在善分别 这个还是世间法 我里面还要不断修学佛陀的教法 所以你有一种性格 就是你是广学的性格 你学习是很热忱很精进的 所以一切世论 一切世间的定 你了知 那第二个 你现在内学 五名里面的内学 你了知你的五运 你的我们的因 五运 那你知道五运 跟六成对应的十二入 那产生内世境界的十八戒 所以了知因入界 菩萨之此 世间法跟初世间法 所以他是借着世间法的成就 现在利益世间 自己也受用 你的这个福业自己也受用 那也是广度众生 甚至以这个福来引导 这一期的众生 跟你有缘的众生 一起再进入到 所谓的初世间法 照见五运神行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先跟各位讲 第一堂课听众讲 福慧二言的第一个 那这段文就在济世本里面 已经有po了 你们下课时间看一下 白板的这一个 这一个归类 如果画作文字的话 你要点入济世本里面的 二庄原品 我们上一堂课讲到 虚妄幻 虚妄幻相 我们观外在的 一切缘起的 生灭和合 离善 他没有所谓的勇世春秋 也没有所谓的百年好合 所以你对外的观察 其实稍微 我们讲人 作为人 基本上都应该 都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 那那个无知呢 就是显然 你这样的观察 都不愿意去面对 所以这个初相 无常相 对外的虚妄幻相 那理解 这是第一个层次 可是大部分的人 了知这个虚妄幻 与内心 他部分接受 部分不接受 就是说 他就我们之前讲的 他有两套标准 合我心意的 顺我意的 意乐境 我不要无常 所以即便你修复 在里面夹杂的很多的妄想 这时候虚妄幻相就产生了 你内在的虚妄幻相 就希望百年好合之事 那我要有千秋万世的妄想 那我要受彼南山的希求 所以明知道不可而为之 这时候你内心的愚痴心 就是我们虚妄相应 跟虚妄造虚妄 天地的虚妄 是一个缘起合合的自然相 法则 对不对 但是与此虚妄 直持不舍 这个虚妄 内在造的虚妄相 才可怕 所以这时候 你有一种常见的思想在里面 那对于 你做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好像 我们听课听到这边的因果法则 我们有个因果的运行 这个好像是因为你的修福 修得好因 现在得好果 对不对 你希望它的长 你的常见 希望想尽办法延续 即便你现在修福 带有这样的知见 这些都是修世间的福 那这种福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满你的愿 所以就会有苦 求不得或爱别离 好 那第二个 有关于 另一条的因果线 就是你过去造了二 那现在现前出现了 不乐意境 不符合你因果的逆境 出现了 你希望它怎么样 赶快拿掉 赶快立刻无偿发生 这时候你无偿 就希望它赶快无偿过去 对不对 那这就是你的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标准 所以你这种怨真慧的 苦出来的时候 你希望它赶快过去 那这件事 最好是求不得 因为业没有消就过不去 你自己没有做点什么 也过不去 那所以这种两个 内在的愚痴 是不是在里面打架 那这样的不断的生命变换 虚妄幻象 其实根本是内在 是内在的这个执着 内在的执着 那所以这边讲的 其实菩萨因了之 虽之 我们讲虽之到了之 有一段过程 所以虽之世间之乐 我们知道是如是因如是果 三宿二宿 三宿二宿 在今生的这个时空 在当下 你这样的身心的显现 你的身心已经显发了 那招感来的自他二业 在这个时空教会 那这里面有你修的福业 那所以修这个福业 我们知道这些世间之乐 但是是虚妄非真的 所以菩萨有这样基本的一个智慧 在以这样的乐境的顺源 在布施慈戒 在继续的做意用功 你必须还叫做有所的修行 所以义能照世乐的因缘 他非真 是因为他因果如是 展现 那既然是因果如是 他不会中断 所以他显现的时候 我在世间 把我的福自受用 然后他受用 我们大制度论有讲过菩萨 菩萨有不同的等次 有一种菩萨 无明性比较强 遮盖性比较强 他修乐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千摊跑出来 那种千摊就是我们讲的 他有一个善根 在累结修 我们一直在讲因缘很难得 这种极重因缘的善而来 所以他有一种轻勤恳恳 所以他有福的时候 他会很勤劳 勤奸 勤奸 勤奸到你看有一些一类的 对自己也很苛待 就是他每次都要算 那五块十块 所以他已经很有福了 可是他对于自己都不受用 更何况你要将他拿出来 给人家受用可能更难 那第二类呢 就是他修复 他能用在自己身上 可是他要去跟人家分享 通常是 永春那家无 永某 这一期赚的比较少 就没有了 这一类 那第三类是 他在受乐的同时 同时就跟人家分享 那第三类的就是我们讲的 他能自受乐 还能创造 这一期 大家同乐 到下一期 又产生真上因缘 所以大致度论有提到这个菩萨 自受用 他受用 有三种的根基的菩萨 那也不要小看第一个 他至少他端修上 他知道因缘成就 善法福德 很难得 但只是说 他里面夹杂的 那签令的时候 就是布施度内度 他没有对峙到 签他那个烦恼 那这件事情 就是我想要透过不断的学习 那所以 他知道 非真 可是非真他也不会说 用了 那个名利如浮云流水 像有一类菩萨 他又把他转成 他就撒千金 然后他撒完千金 他也不作为了 这也不对 虚妄不代表 我们讲能舍 他像虚妄幻象 不代表他当下的受用的 相用没有 所以你不要断灭这个缘起 而产生一个 都是浮云 都是空的 不对 因为是缘起才是空 那缘起 既然是缘起 他会生灭 我接受 我不染拙 所以他有个解脱的观察 智慧的观察 但是我也知道 他是缘起 所以他能不能创造 所以他也能 集重因缘而创造 因为无常才能创造 所以他第二个思维又出来了 所以一个是跟智慧相应的 不染拙 我知道浮云 我不直取 但不直取不代表 我不起相有 所以他取饶意有情编 他愿意 借着因缘有 而行不失利他 所以这时候一个慈心 一个悲心 二门又出来了 所以这两种庄严 所以上一堂的庄严是指福字 那这时候要讲慈悲智慧 听这堂课 你们就知道 原来师傅在讲悲 为什么跟字相应 慈为什么跟修福相应 就是与众生乐 他能创造福报 从这个角度 他自己有福报 他有大福报 为什么他能大自在 因为他不执着 悲是离苦 他自己不执着 所以他对自己的悲 就是他可以解决 自己内心的烦恼 叫拔苦 于是他有这两个经验 他与众生能辞 也拔苦 那他自己修来的词 就是他对自己 也不亏待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福 前一页讲 他是不是如是因如是果 产生的福德 所以一个菩萨不会苦哈哈的 菩萨他的受用都会很 很顺遂 如他的义 应该这样讲 他有利者 所以他对自己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到 生活应用的佛法 就说你要先对自己好 对啊 你对自己 你想过的日子都达不到 你自己想要什么 快乐的境界都没有 你怎么叫众生 对啊 你众生就是学佛没有好处 学佛没有快乐 学佛的最初的动机 就是要快乐 让众生快乐 不管这个快乐 是在哪个层次 不要忘记这个 你们真的不要把佛法 操作成那苦哈哈的样子 这个不对 只是说这里面 这个菩萨里面的快乐 就像佛说法 他有四种层次 世界西坛 就是对众生 他哪一种快乐 佛是很有善巧的 去引导他 去追求那个快乐 在那个因果法则之下 如法 那来到每一个人的特质的时候 就各个为人 跟各个对峙西坛了 对 对峙内在的种种习气烦恼 或者说个人 你的特质是表现什么善法 端乐修善来这两支 各个为人西坛 跟对峙西坛 就两个 这样就三种了 到最后你能不能正第一地西坛 那就看你空性玻璃的智慧 能不能一起一起地去思维听闻 所以一样 这里面四西坛 佛陀的布施给众生 就是希望他能离苦得乐 乐 离苦在前是因为 希望你的乐能更彻底 能更就近 所以会从拔苦 离苦那个是 就是说你要先看到 你的得乐因缘 也没有苦的因缘 就是你的有所求 是不是跟虚妄幻想相应 你但凡有智慧 就算你眼前得的是人天乐 但是你知道这是苦处 就像前面讲的 菩萨之事件之的 不究竟 他虽然不断地创造 一阶一阶的广大的快乐的因缘 但是他不会停留 刚刚那个精进就在讲 精进为什么会产生智慧 你唯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跟理解 你才会接受佛头的教法 是离苦得乐的法 那你才愿意不断地去做 不要我鼓励了 即便一佛之间的那中间那一大段 你都能自己精进行不知词戒 在因果法则里面 你不会擦乱 那所以呢 磁就是我修的不失词戒 产生了福乐的境界 能与乐 因果报应给你的 就是乐的境界 所以与乐不是谁给 是你修来的 那你不到这种能力 你与乐 就是对于众生法界里面 你给得出去 那这当中 你在布施里面 在修行这布施法里面 你也会有很多的千令的烦恼 或者说被恼怒的 忍辱的法是出来了 所以这时候拔苦 你内心具有很多的慈戒 忍辱的思维 慈戒是一种观照 我们一条条戒相出来之后 你就会观察自己 来决定你这件事情怎么做 布施 你这件事情怎么慈戒 借内心的 种种的贪嗔的烦恼 那这过程不断要忍辱 那所以这是拔苦 所以 虚妄非真 所以于现在的受热 这一起事件的 你的苦暴现前 你有智慧观察 这个东西是虚妄幻象 是因果暂时显现的一个夜报现象 所以我们菩萨在观察的 就是在观察夜报 他而不是在讲我我我 他知道这个我就是一个夜报现象 那这夜报里面 我现在观察我现在的这个 这个福乐境界 我有智慧观察 所以我内心 产生种种不舍的时候 我会瞬间的离开 那你就能自我拔苦 那么同时 你也延续这样的一个 乐的一个因缘 你继续再来饶育友情 所以这个我们讲 菩萨界的另外一个 就是饶育友情的界 你就是在 在行慈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悲智双运 那悲是把它叛成是智的一门 福慧 那悲是属于跟智相应的 智相应的 那其实中到实相 慈悲一旦两个现前的时候 慈悲两个是一体的 福慧二门 刚刚讲 智现前的时候 慈即现前 上一句是不是有讲到这个 所以为什么这个悲智可以现前 就当你从这个角度你也知道 慈悲其实就是智悲 这个图表各位也看过了 智心 慈在哪里 我想错了 来来来 你们要擦掉了 这个字写错 雨例 慈 给予终生快乐 池 给予终生快乐 池 给予终生快乐 池 所以这两个同时的运行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真才会现前 眼前的这些表象的这个因果观心非真 它真表现在你面对这个不染灼 用这个无我的空性智慧观察 所以我受热 我知道虚妄 那非真 但是从虚妄里面 我起慈悲心 在于缘起创造世间快乐的因缘 所以这个真要现前 最后一定很慈悲 我们讲慈悲就是知心 非心的忠道观 每一个当下 你只有 你开出两门 就是解脱门 你对字烦恼 不染拙 这个我们分开来讲 就是你的智跟福 双运的过程 最后整体现的时候 你整体现的这一念真 慈悲心真 这里面就代表 忠道实相的智慧跟慈悲 所以他的这个智即是福 即是智 是最后的忠道这个真显现 这才是真 最后你体验出来的真在此 所以只有菩萨才能做到真正的慈悲 因为他当下知心非心 当下破妄即真 而破妄即真 他不是空空荡荡 他而能行这个利益大众 所以菩萨的真 的知心非心里面的内涵 都有这个 向上你会看他 劫来的乐 他不会迷失在这里面 还可以利益终生 从向上你会看到 他自受乐 还有与他乐 自他恶利 但他内心的状态 他确实在修行 就是慈悲二门 那悲是否把他放在 是在解脱这一门 慈是放在利益大众这一门 那真正的行到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当下的每个念头 就是智慧 他知道虚妄幻象 所以知心非心的这一种根本智 而去利益一切众生 第三个这边我没写 这边就广大的利益一切众生的行 你的菩萨的戒行就表现在这里 但是他的内涵里面 却是跟这个空性相应 那知心非心 我们在讲照见五云皆空 就是在讲这个 你的基础一定要照见受想出来的时候 你不要陷入到自己的那个贪承的境界 转成利他的这种种种的受跟想 所以你还是借着受跟想在分别抉择 只说这个受跟想慢慢会进化 那后面讲的所有的你怎么持戒 就是帮助你这个想 是以利他的慈 或是说拔苦的悲 这二者去相应 所以是不是种种法门 就在你心中流转 你的五云的受想二知起现行 众生想心 你这时候的是不是众生想心 真如心还没现前 但真如心的修炼 就是借着这个慈悲二门去运转 去运转 去运转 这边想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要练习的 你内心是不是有流转的现象 有啊 你每一次一个念头受想带起来 就是你的美睫众生的惯性 所以一个流转 那你又随顺他就是一个生死 所以你不要把这篇文章讲流转好像我必须要再来人间轮回一次 没有 你的轮回就在现前的流转门里面 所以你对于这样子菩萨修学一法心不疲眼 所以这边讲的菩萨这个 现在面对因缘 他虽有流转的生死苦的现象 这个海就是漫无边际 但你现在觉的时候苦海回头是岸 所以这个海就在你起绝 这个绝海就在无边大海里面忽然起绝了 所以这个你的流转生死 你心不要一直去追悔 因为你现在的生死业 你为什么有这样受想的二知会这样跳出来 因为那就是你的生死业 你过去所造现前是不是创造出来 所以把握每一次的念头起来的时候 这个生死业终你要不要断一次生死 为什么念佛可以断无量生死 因为你每一次念佛就组一段的轮回 组一段的轮回 但你随顺他就无止境了 所以一个念头一个生死是这样讲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慈戒有禅观念佛有禅观 这个禅真的不是在指安波那的禅 是指观照你的定会起作用了 你现在用定会来度你的受想二知 所以受一起来的时候 为什么你那句阿弥陀佛很有用 因为它就是一个念佛的定 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情绪里面干扰 那念佛如果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调伏情绪 就是我们讲调伏你的受 你的受为什么一直 有的人那个不开心 可能这样 有的人就十一声这样就过了 对不对 可是有的人十一声咬脆筋 然后开始那个受 然后提供那个受给那个响 然后开始想要爆尿尿切要弯 都在心中 就竟然透过生根口去执行 就菩萨界从心里面开始创造 策动身口 一旦策动身口 那就必定有因有果要还 但是你内心忽然 算了啦 你可以再下一秒就回来就算了 那你的受想转换的时候 那个只是种子 那个不容易起来 那到后来连种子都不起现行 这时候你就很 你自可以自证之 我关于这一类的 我都不会心 不会随他走的时候 那这一条持戒的 度你的这个法传 就成功了啦 所以菩萨很忙 是在心地里面忙 因为他内心细很多啦 但是他已经不用变成生根口 因为只要负于生根口 就一定 为什么要讲到菩萨界 我希望各位不是只是扶住生根口 就是心业的这个 心里面讲流转生死苦害 就是指你的受想型里面 在种子里面的现行 水转 就发动生根口造作 这个 魂回向你已经看清楚了 所以我们要不受后有 跟净土的追求是一样的 我不要后有到 这个缩婆嘛 那所以即便我现在 都还有一些心中的种子 但是这些不要创造成生根口 结 众生结二元 但众生 现前众生都是 过去到现在 这场戏就到这一世为止 你有一条线在那里 你有个天花板跟地板 上线下线嘛 对不对 上线可以视为你修 这一期因为你我只爱 修善法就是会碰到局限 那下线就是说 我不再造后有的轮转的业 你是有上下线 我们自知 但是这个上下线里面 我知道 我都是在往不受后有 这边讲的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两个这个底线 我是站得很稳的 那上线突破不了 我往生 净土 花开 见佛 悟无生 这个上线突破就快了 就像念功你任督二脉打通了 上线我赋予净土的一个修学方法 可是这个下线 你要秀出你的下线是因为 我现前的这个所有的众生的业 不再轮转成生死苦海 所以你所有利渊对境的每一个轮回的业 就是我们讲的流转的生死相 那生死的苦海 这个苦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烦恼产生了苦受的时候 这个苦受 你们记得 这个我不要一讲再讲 这个苦受有顺境的这个 这个坏受跟逆境的苦苦的受 还有无忌 你现在修学情还以为没有 你要开始产生放逸懈怠的不苦不乐受 这些都是受 所以这种你知道你的五蕴就是苦海 所以心不生毁 什么叫心不生毁 你内心对于这样展现的这个受 那想那现在对应的时候 我都是以这个随缘消旧业 莫再造新疆 我不再追悔 不再追悔 每一次来我再做一次用功 每一次来做一次用功 精进才能对峙追悔 所以你目前不随着这个旧席而往 那即便过去所造 现前展生的时候 你也不相应 所以过去所造 你就放下了 因为你现在不造 那现在不造 你还甚至可能用善法 例如过去 你现在对这个杀生液的感受 开始有一种追悔现象 那你现在因为持戒 我已经转成我不持重生肉的练习 那我对杀生液 我开始在互念 你慢慢已经不去追悔以前手作 而转成现前变成善法的护生的持戒 等等等 所以要不追悔 除了你不随他 不再相续他做相同的事 你还反过来去做善利益众生的事 他要两道力量 断恶后面要随着修善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使善液 一开始离 离种种的这个恶液 那最后变成修 修种种的善液 离只是遮断你原来恶的因缘的惯性 那修是从善的角度去帮助你断那一类二等流习的一个助力 所以不怕流转生死苦海心不生悔 他后面 就是我先前已经知道 这个每次在心中的这种流转 我不要不耐烦 不要老是追悔 所以这边讲的 我没有离开我的五蕴 我没有离开现前的业 所以 我们在流转生死的这个机制里面 我兴起一个信心 就是我现在已经了知第二件事情 这种生死轮回的现象现起的时候 我不乐生死 就是我不欢喜这种生又死 死又生 从大的方向来看 我今生 因为过去创造了今生 我没有很努力 所以今生又创造 那我现在今生要过度 又变成下一生的时候 我有看到这个轮转的生死相 但是我不乐于再创造一次生死 所以不乐生死 那第二个 从刚刚讲刹那刹那生 前一个念头 过去的一个夜席 现在展现一个念头 产生的受 那个念头里面在细分受想的时候 我现在不要随顺这样的一个感受 过去的一种习性的想法 所以我不乐于这样的再跑一次 所以这个又回到这个生死 这样的念头的生跟灭 就是一个生死 所以我就愿意升官 这当中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解脱 所以不乐生死 你才有另一个面向 生官解脱 因为生死的苦 你在苦已经觉得 这个苦不能一而再再而三 那为什么有这个苦 因为我当中里面一定有一些东西 是我执着的地方 所以要解开这样的一个执着的解 那你要有方法 所以事故亦能二是利益 了知法相 方法要了知法相 得大智慧 那能力至他才命增长 所以你还是在这一条修福修慧的道路上 所以你的福是因为 从这样子一个内心慢慢清静 但是你对外在的种种的这个布施持戒 还是一样持续的进行者 只不过你现在持戒布施 又更清静了 所以才叫增长 增长 那这段文都是白板师傅写的 整个内容里面 就是我在生死里面 但是我不乐生死这样的现象 那你不能只是不欢喜而已 你的不欢喜你要慢慢找出 你某一类的生死因缘 我们这个持戒就要帮助你看到 你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 特别直取 所以有些人某一些戒持得很方便 很快速 有一些东西它有直爱障碍 那你就要不断地去看 这当中我是不是具足不具足的条件 那所以要深观 你要很深刻地去观察 很深刻地去观察 那下一堂课我再把这个文 再来讲说 你们现在既然讲到 那个生死是讲到 你心中的这个受想 的这个每一次的这个现行 那你把做一个假观 就是你心中实在是一亩田 是一块田 你世修上有世修上的田 你内心有内心的田 这个下一堂我再把它写出来 那我们先回到这个 其实这两种庄严讲到这边 就有一个基本 你要知道 你从六度的角度 你其实已经有在修学了 布施持戒 对不对 那至于你精进忍入到哪边 这两个是关键 你能不能不断地在里面 有僧忍法忍 僧忍对应到你向上的布施持戒 你的这个法忍 在于内心不断地那个响韵 那个响韵 僧忍在布施持戒 你内心的那种感受 你其实要用僧忍去辅助他 所以内心的感受一出来的时候 你要训练你的意志力 你要训练你的那个堪能力 就是那个僧忍 就是他没有理由你忍下来 去做布施持戒就对了 所以通常是你们听的 要能念 不能念 要他念 不能忍 要他忍 这个僧忍 在布施持戒境界 先去培养这种性格 就我们讲的天将大任 那我们菩萨就是大任 成佛就是大任 那当然中间你就是变成闲人 世间的这个有能力的人 一定要生人 就是不要太随顺自己的感受 所以世间的成功人士 就是刚刚有讲嘛 在世间里面出殊胜者 生人一定是可以 那他一定在物施 在利益大众上 乃在自律上 持戒上一定是特别殊胜的 生人 那生人能不能走得多精致呢 世间法则要走得多精致 一定又是回到精进嘛 他不断地做 那不断地做里面 那个意志力会变成 他有个道理在后面 让他每次执行到一个阶段 他要立一个flag 要立一个目标 立一个目标 那个有一个法在里面 所以生人到法人 这两个已经互相在支持了 所以你的价值观 你的目的心 那个法很重要 所以你看贤人的话 他是以 新国立邦为己任 你看他目标拉那么高 那企业家 他不再做生意的生人而已 他的法是提高到怎么样 我要好好做 要不然员工500个人会失业 他会变企业嘛 对不对 那最后利益 他企业要经到社会的责任 他又成立公益嘛 是不是 所以生人法人 佛就讲了说 只要你 你已经启动你的佛性 修学这种生人 进入到法人 元其法 你知道这里面有因果关系 所以你才会立很多法嘛 如是因如是果 那这个就慢慢走向这个 世间善法世间福 那这法人进入到 你再怎么样 我会告诉这些大企业家 大国王 这些大菩萨 世间怎么样 会归磨灭嘛 你创造只是为了华力展现 展现给世间一个好的风范 他也受益 那你最后视线的就是无所 就不会再进入到那个 那个什么 求仙丹的情死亡的状态 也不会再进入到那个 我的这个企业叫传子不传贤 你会传贤不传子 对不对 无我所 所以这个菩萨最后展现 就讲到无身法了 无我无我所 所以他的法决定 他的身人能到什么程度 那所以这样子二世具足 就从六度里面 大家其实都在做了 那我们佛弟子归一之后 才有刚刚讲的 归一佛法身界 那我说有无我 因为你实跟天 你内在的法 那现在讲到这边 这二种门呢 以慈悲、智慧 这二门来搜射 就我们讲的第六十二页 菩萨具足福慧二言 已经到一个 这个乙呢 基本上不是说结束 你要这个乙 乙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来初听闻 他现在听完了叫乙 那若以一地二地 他已经证得这件事情也叫以 那我们现在就拉到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具足 我们不是真的具足 我现在已经听懂 这个具足当作是文师修的文师好了 你已经文师以 你这样的文师已经具足了 那这样不是讲到说菩萨已经修得以 我们稍微分开 要不然你老是觉得这是菩萨具足一地二地的 没有就冲你现在开始 你现在做具足是指文师具足的话 那你要知道未来在受学菩萨界的时候 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先要断除一件事情 你是我的众生 你们这一题不可以去听别班 所以我每次开一个善法怎样 都有一个我所不行 所以这边讲要先破除一个 所以这个六中二十八清里面 其实其中有一清就讲到 有这种戌途众的弟子 收弟子的这个心 我们有弟子相没错 但是那是因为弟子要展现公敬法 而不是他为你所有 所以这条界我们先讲 云和得戌途众弟子 三男子应以四色而摄取 我们今天要学习 需要以四色的心来集合大众摄取 令离诸二 真诸善心 那我们的角色是智心教肇 那教肇就是教会教训的意思 由如一子 不求恩报 不畏名称 不畏利养 不求自乐 这个由如一子很不简单 这么多 要把每一个都希望 把你每一个都教好 那这个由如一子呢 是一种 一种说 独子的心 就是那个独子怎么样 就美了 我所有的这个资源 资料都用在他身处 他如果没有学好 他这辈子就毁了 那一样 每一个人都由如一子 那这里面除了 由如一子是一个平等心 但是后面每一个人 孩子的特质都不一样 那时候的慈悲善巧的心 又不一样 那所以由如一子 那是平等心 不求恩报 不畏名称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教者的一个功课 所以这边特别讲的是 属于菩萨 你要利益大众的时候 你要神起不忘报 不求名利养 那不畏自己 求乐的福报 若菩萨 若无如事等 世数地职者 明必恶人 假明菩萨 非义菩萨 明 瞻陀罗 瞻陀罗看一下 丹陀罗就 四性种里面 居于下种 就是于世间无异 他这边种种的解释 就是他是一个粗暴的 他主要的行业就是杀人的 属于破坏 如果讲杀人是指破坏 包括你看那个屠宰 来渔猎 就是在做这些屠宰业的 所以有高贵的母亲下嫁到 占陀罗 或有守陀罗 守陀罗就是他们经商的那个制度 反正就是婆罗母高贵的血种下嫁 其他种姓的 那就合和 他可能就不可能指贫母贵 就不可能 他就完全就变成守陀罗父 就是第三个 他只能做一些比较低等的贩卖 再往下变成一个奴仆 这些低等的人工作 那为什么讲詹陀罗 这边要批语 就是说菩萨若只是为自己解脱 为自己修复自己得乐 这样的菩萨他不乐意去教导人家 这些善的方法 得乐的方法 因为我们刚讲绿一界 就是说你不要去修到马上 就是出学就收弟子 因为你自己都还没有能力收弟子 那现在是说当你菩萨有能力的时候 你守的这一条我不收弟子 我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好 那这个批语说 你在佛门种姓里面 你就属于这一类的下等的种子 就是你没有办法利益别人 菩萨是高贵种姓 就是跟佛一样 他是能利益自利利他的 自度又能度他的 那所以这边批语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以饶有情心来 续弟子众 所以他先第一个 先破体 先破一个 你不是一个自我利益者 这边还没几个解脱 你不是 就是就算在事法里面 你也不是自我利益者 善男子 菩萨若能随时教戒 所言食者 贪会吃食 食呢 我们讲的这个 随时随时 这个食呢 就是起贪的时候 起撑的时候 起于吃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要观察 所以显然不是我们这种 一个礼拜看一次 所以你们为什么不明为 这个师父的舍受弟子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随时 因为你们其他六天 什么时候起贪身吃 我不知道 所以这时候我们 还不明为所谓的这个蓄众 蓄众通往就是像我们在生团里面 撒民要跟着比丘们一起生活的 那师父 弟子要藏水在师父旁边 那随时要在他眼皮底下里面修行 所以这个弟子定义 你要知道 是随时 叫随时 所以水言这个随时的食 就是当起贪会吃食 起贪的烦恼 解就烦恼 当为种种说 或说种种 种种说 对治法令得除贪 那愚二 其他的这个称 烦恼 愚次烦恼一样 那这当中 除了观察当下的这个三页 那修善的部分怎么办 当教学十二部经 这个慧学 还有定学 禅定三昧 分别生意 调起身心 令修六念 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开律学 那十二部经里面 其中有一个 有关这个 念佛的这个定会 就是自说 也在十二部里面 那这个律学 也就是我们家律学 那 令修六念 就常常回 你的听文这些 舍部经 加上前面的 调贪 调称 调愚痴 调其身心 那你令自己 这些弟子 能修六念法 自己能归依佛法身界 那修布施 修慈悲喜舍 不放异法 沾养病苦 不生厌心 就像我们这个僧团 我们会带 带这个沙咪 去做当地的 这个救苦 看病 布施 那养成这样 不要生起厌烦的心 那在布施的过程 能忍恶口诽谤 骂入 那当苦家 身心 亦当堪忍 设其有苦 能未解救 除其庇厄 以往之心 所以设其是指弟子 这过程训练 他确实 也在 修学这样 布施 看病 然后这过程 也修一些忍辱 那身心快看不住的时候 叫你要再 再提起来 再加油 那当中 确实已经起烦恼了 那你就个别跟他谈 你怎么样 看待这个苦 从你自己这样的苦受里面 你能得到自我的解脱 使这个弟子 内心不好的这个念头 产生的这个移根 以往的心 都能破除 善自立根 中根 顿根 这边回到 这个教者 菩萨的角度 你要知道立根 中根 顿根 那叫顿根的人 生起信心 中根之人 能令顿熟 二二五 成熟的意识 所以顿 来到存熟 没有原本的顿 也没有能力 所以你现在看到立根 他可能过去从顿根 已经走好久了 那在自我训练 中根就讲到 他自己可以这样的不断的练习 到存熟 中根 到立根 就可以直接讲解脱法 所以通常顿根 就是我们当这个弟子 初入门 都去修福 生信心 那中根可以自己用功 勤行 那第三个 为其所解脱法 这个早期佛陀度众 也是 初根顿根的人 教他去修佛烧地 那中根的人 教他自己可以禅修 可以这个念佛 思维法义 那第三个 就直接你能修 这个三十七道品解脱法 若能如是勤教造者 这个名上 意上 都是不上 不会只是 假名 非义 义就是真实的 具有这样真实的内涵的叫义 所以名与义相符 那世民善人 那你不要讲这一段 你不要认为是在讲法师 居士 这边也是指你们 所以你们 如果举一反三 用到你自己的小孩子 里面 父母里面 亲眷里面 是不是有顿中力 那 这样子人 分佗利花 你这样的善行 我们讲很多花就这样 你这样的行善 就开出一朵花 我们讲说 你修行人 是不是常常开出一朵花 或者你讲出一朵花 就是你的语言 舌颤莲花 那舌颤莲花是 人家外面是在讲你那个 桥舌如簧 那个不是 我们舌颤莲花 那舌颤莲花是真的是莲花 你讲出来的话 让人家很放心 让人家很欢喜 才可以用这一句 所以下次人家在讲那个 你把死的讲成活的 黑的讲成白的 叫舌颤莲花不对 那个叫巧舌如簧 那个叫 那个叫 那个属于恶口 两舌其语的范畴 那舌颤莲花 是确实是 这边讲的 你的行为 你的口说行为 在教育弟子 名为善 那你这样的表现 就是莲花的意思 人中相相 所以你就要知道 净土行者为什么你愿意念佛 调伏你的身心 甚至你可以 劝念众生一起念佛 你那边的莲花可以长大 莲花是指你这个心 策动出来的身口二叶 能自立立他 你不要什么都不做 就这边讲的 你什么都不做 你明明就是 弊恶 假名菩萨 那边念佛 那边观想 莲花放大 没有啊 那边搭不起来 因为你没有自立立他 所以观想不是用这样子 这种想象式的观想 假观 这个假观 确实要在实际的行为发行上 那最后用这样的转想 你今天所做的这个事 回向净土 那这样子一个回向法 才会莲花增上 所以人中相相 调育专妇 就是说你已经具备 跟佛一样的一个行词了 明大传师 就是度众 你自度又可以度人 善男子 宁寿恶戒 一日中断 这个下团再讲 宁寿恶戒 一日中断 无量命根 终不一样 续必恶 弟子不能调伏 这个我们下一个再讲 下一堂 先休息十分钟 好 这个六十二页 色取品 为什么没有在讲 六重二十八轻 没有先从律仪戒讲 后面讲这绿仪戒 色三反戒的那个六重二十八轻 会很快 但是他一路从第一卷 就告诉我们的发心 是要以悲心 当作你的正因所缘 发心 所以现在进入到整个戒的相貌的时候 其中一条就是我们讲的四射界 就是第一个就是度众生 色众生 所以你的修行是为了要使令众生一起得力 我们广大众生 你最大广大的就从自身开始看起 从你的家人职场上去看 那跟你在一起这个到底是流转于他们 还是把他们设为收射 你自己能不被流转而能收射 所以这个就在你的这个觉觉悟 你的迷雾之间 那我现在已经是以发菩提心求成佛 求的是佛之菩提 而不是声闻圆觉的菩提 不是以智力为主 所以我知道过程 你的觉醒 你有一段的时间在对峙自己的五蕴过患 断生死的烦恼 你的绿界这个基础是很强的 你在这方面一定要知道 不要随生死的造恶 所以声闻绿 我们刚刚讲你基本的观念就是不乐生死 虽然还在生死里面 你的自他恶业还很广泛 但是我先在这个生死里面能产生自觉 升官你的五蕴过患 处理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受想 两个烦恼带出来的种种烦恼 谦贪啊 然后这个称恨 这两大类 所以在听闻佛法 我们现在在闻思 听的善 第一个善 一定要你的自觉 自度 所以你这时候你听的法 就是四念处法 是不是 是深受是苦 深受 深受里面 这期的夜报生 带着你过去的感受 现前的因缘一直在创造生死 所以一定要从四念处深受二知里面 你不要随顺它 去实行的四正情的那个妙法 以生恶为生恶 以生善为生善 所以你的生死二元里面你自觉产生了观照五蕴 你的四正情去用功 那自觉产生基本的善法 那你的善法里面你后面最初的发心是 就是为利众生离苦 那我也是众生之一 所以你愿意把你修学的经验跟方法回度众生 所以这个善基本上就是靠到柔有情这边 你以慈悲喜舍的这个法 这前面的四念处四正情 产生内在的定慧是如意 是你不乐生死的基本功夫 那所以你很多的社律意界 都是在这个角度里面开展的 那现在以这个基础 那你要回归回入到饶意有情边的时候 那一旦饶意自他在互动的时候 你自觉能不能觉他 还是他反而来带动你的烦恼 这时候你的这个自觉的功夫就要很强 但是在觉他的过程 刚刚讲你如果去违反到你的这个绿意界 怎么讲 所以刚刚那段文有讲宁受二戒 不是故意去受二戒 就是说你的绿意界已经被起心动念起大嗔恨 本来我们菩萨界就说在教化的过程 是不是你不能暴打众生杀害众生等等 那你那条界你受了 本来是绿意界 那你这个都不养所谓的文怎么写的 逼二弟子 那刚刚前面讲逼二弟子 就是说我自己就不是逼二弟子 这边讲的 我是以饶义有情心为我的这个无法心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不是这种这个非佛弟子 就是这个交谣拜种 逼二弟子 这边讲逼二弟子就是讲自己 你自己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宁可违反 例如像打骂 打骂这个 我已经违反了菩萨的一个不清境界了 我都不养这样子的一个众生 当然这个 这一个交谣拜种不是指的那个 生文冤决 那是佛才可以讲他们生文 交谣拜种 我们不行 我们以凡夫的角度来讲是说 定义是指 我为什么要教你 你就教你 你都不是以饶义有情 你是一直在问我 我怎么解脱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解脱生死 只是为自己 那你可能不是里面所谓的 因为生文冤决性的是在里面的顿跟中跟力跟里面 我知道你是这种根基 但是你是有发菩提心的 例如像我跟你讲 师父我真的这一期剩下时间我可能没有办法再立意众生 但是我先要求往生 我愿意再回路说婆 那就是说我求往生这个过程 我现在只立意到我身边的人 不要对修学佛法对净土产生 错误的排斥 所以你的立众生是少的 但是你以求自我解脱 不乐生死 那我要求 我先求生 净土 我知道你根基如此 而不是完全的怎么讲 而不是完全的怎么讲 你慢慢的要带领他 那他也视为你为学习对象 为你学习榜样 这个其实都是啊 那所以你不是以这样子的心情来学习的 这个叫避而众生 这个叫假明菩萨 非义菩萨 所以才批语 詹陀螺 这种根基 就是詹 我这边也可以讲 交涯拜祖 也可以把它辟育成詹陀螺 我可以散调你的烦恼 我也可以知道你现在目前是顿根 可能是要先处理自己 但是我是发菩提心的顿根 但是你一开始整个你心中没有众生 你学习一点点 不会带领你旁边的一些少分的人 完全没有 没有这样的发现 那就说 如果我要收这样的人 我宁可破戒 我不收了 这时候可以脚步收 可以 一开始就跟你讲要收嘛 但你发现什么 我旁边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那就不要啦 你说这样的人干嘛 就包括你自己不察觉 就你们这个团体就怎样 变成一个自立的团体而已嘛 所以以此因缘 我就打破第一个原则 我就不收了 我就不收了 因为原来我把心力都花在这些 就像师傅常常讲 为什么善法到你们身上都停止 你们好像都没有扩散出去 那这堂课就不要讲了 我之前有参加过法华经班的 应该都常听 最近被师傅恐吓到 他们最近发起心力开始 至少开始会劝发听课 劝发修缮 劝发加行 对不对 那时候我讲的就是说 那我们听那么多课干嘛 的那个意思一样 就是说 我的行里面是大圣教法 大圣的发心心 那为什么听课到后来 都对众生都毫无感 毫无热情 这不行 因为我讲的众生 你不要讲到 跟那个大德他们讲的 广度众生 没有啊 你的广 如果刚刚讲天花板 概念听懂 天花板跟地板 地板就是 在我不流转 我知道很容易被动摇 在我不流转的情况 我的众生的 那个天花板 就是家人 朋友 你连这个都做不到 但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真的有啊 师傅看了很多学佛 他其实家人关心也不好 朋友也不知道他干嘛 他修的就很阴阳怪气 这个不行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发现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觉得我在你身上 可能不要花太多时间 反正你这么自私 就自己想办法吧 你怎么可以从一个菩萨的法里面 去变成修了一个自私的一个法 你显然听错了嘛 那所以 这个用这样的图表来跟各位讲 可能会比较知道这个 他不是要叫你们去受恶戒 去中断命根 这个是一个辟育 二二七 看一下 就是有情众生的寿命 我们最大的这个重罪就是杀这条 就是断众生的命 不管这个众生他是动物还是人 乃至他福报大于天 这些都是众生 你阻断他的相续 这个叫命根 他的相训 能持 这个暖即是 我们的这个暖 就地水火风 这个火一旦保持 他有地的支持 火 这个风的转动 火的赤胜 那产生命事的现象 所以这个暖 就代表设法里面一切的 那是一个设一个命 设命设命 这个就命根 断命根是最大的恶律仪 恶律仪 所以有一些历世屠杀 有人是受这样的戒 因为我以前举过 就他这一期 发现他 他杀的对象 没有如他的意去伤害 他在法院判他死刑 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讲 下一次我看见你杀一次 他 他 桃源龙坦的 这个在新年发生的事 那你看我们建文这样的人 就知道这样的人 他在这一世 就发心立愿要受恶戒 就他没有 大部分我们看的人 就到死那刻都会腿软 甚至至少 因为害怕 发起的 忏悔也好 对不对 但有一种人 他这种所谓的 无善根的 有这一类人 这是极少数 他去受这种恶戒 恶律仪 而恶 忠之恶 就是断人命根 他竟然受 罚这种愿 要做这样的事 那你看他这样批语 就说 我一日中 如果发起这样子的恶律仪 我都不收 这个地址 如果菩萨戒 不收这个地址 叫犯戒的话 那 你要我 那我宁可 怎么样 宁可受这样子一个 恶戒 那我要去违反 这条戒律 它是一个批语法 他不是说 犯杀人戒 而不收 有没有这个情景 我不知道 就是把你杀掉 我不收你 应该还不到这种地步 我们没有资格 做这样的事情 可他这个批语 我们宁可把你毁掉 但是 我也不要收你 这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极端批语 就在讲 你自我利益 跟利他 这两件事 菩萨永远是以利他为先 你把它当作批语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 有时候你如果着于文字下 你可能会弄错了 会弄错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有那么强的批语 因为我今天杀人 杀你一人 我就还你一命 但收了你这个地址 你竟然把菩萨界 每次都讲 对 忠生很重要 可是 你就要先度自己 先顾自己 你一直往这边带 往生源自我利益 对 这个对 遮永远的遮 永远没有启动菩萨 菩萨行 就是我刚刚讲的 菩萨应该 善之利根 忠根 顿根 顿根我就讲 你做一点点 有没有叫你都不要做 没有啊 但是有一类你们自欲听 叫你 你就是不行 你要轮回 你没有资格 一直在讲 否定你现身 就有菩萨的行持 就嘴巴 就是我们讲 虽说 虽在 说在空中 行在有中 那道理一样 都讲空法 但是行为却不空的很 处处都执着 那像一样 讲菩萨法 却断菩萨根 这样子 这边在讲过世 就是说 这样子你会影响到好多人 无量无边的众生 跟我把你杀掉 我负你一条命的因果 这个简直不能比 就是在批语这个 我今天付错了这个法 卖给这样子的根 极了人 未来影响到无量众生的过失 比不上我把你杀掉 我还你一条命的那个因果关系 这个就跟我们讲的 正法 托付到邪人身上的时候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批语要听懂 他用这样的一个对比 就是说 那个法要正 人也要正 发心也要正 这样才行 要不然我宁可遮 而不受语 而不受语 他衍生出来的就是 他不但不能教悔他 乃至令无量众生 他作恶 那就能办无量善妙之法 破何何生 他连 连 这破何生就是说 他在里面把很多的法的插乱了 很多插乱了 破何何生 令 多众生 作无无间罪 这是 这是后面发展出来的 就会从相似法里面 他变成 破大生法 最后 连恶律瑜的法 都会破了 所以这边事故 他的严重性 比 你自己 看到这样过失 那你 你于这样的一个众生边 做了一个恶律瑜 遮止他所犯的 广大过失 所以用这样子来批语 这件事不容易 但是你这种道理先懂 就有时候你菩萨道 有一些行为 会让你的律瑜边 不胜清净 但是你 你很了知 你在行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个菩萨法的时候 你是明显在遮 例如很简单 你不要想到这么困难 就说 你自己在父母边 明明知道 我们讲一个 讲说 你对家人讲 那学佛其实 你行瓜好就好 对一个人讲 就你没有去观察 他根基 他这种根基 是很自私的 而且他行瓜好 是随自己的行瓜 在标签的 那你轻易地讲出 这个话 可是他后面的行为 他的行瓜好 完全是由他的情绪而起的 那他后来影响了很多的知见 很多的那个 结果他会自己去解释 你本来没有跟他解释那么多 结果他用他的方法去解释 我们学佛 学佛就是怎样 我们学佛说 你宁可不要乱讲 你宁可要跟他讲一个 不是菩萨法 你不要 你要讲一个说 我们学佛 心瓜好 心瓜好就先在 那他在 那他 那他 擦一十个开始吃菜 开始学 你就要给一个范围给他 你不要 你要讲 你不要跟他讲这个 心瓜好就好了 还是他的心瓜好 就是饶益友情 他的饶益友情的边 在这个地方是不清楚的 那你这样传给 你这句话传给他的时候 那这样不对 那你宁可怎么样 不跟他说这个大法 你要跟他讲这个 这个 你看他的妈祖心瓜好 他无关人吃菜 没吃菜 他自己吃菜 因为没人拜 没有人拜他鱼肉 即便你看他们的 妈祖初寻怎么样 初寻的时候 扣筋的时候 不是他给你吃 扣筋不是要有三生 开始 你行脚期间是吃素 大家都忍着都吃素 你们有参加过吗 至少我知道这件事 所以那过程呢 就符合妈祖 希望他们要互生 可到后来 在犒赏这个底下落菌的时候 就用你们自己的方式 你就会引导他 于众生边业 你要修善 你要修善 所以像他慢慢要 要从不杀生戒开始的时候 你要先劝发他有关 他在自己的信仰里面 他也是乐于 不伤害众生 先慢慢的 那以前一早就要吃这个荤腥 对不对 他慢慢从初一初 变成早上都吃灾 那这个就是你慢慢的引导他 引导他 引导他 而不是马上跟他讲 你跟我同样 如果我学佛就是想我好就好 他不会一下子把这样子一个法交付到 整个众生他的心性还不稳定 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这个心性他还没有觉醒的过程 你就传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教法 那这边讲 这一条这一条在讲 我们菩萨法当中 我们的法脉的相成是 要收摄 收摄 你的利他 是要以收摄众生为发心 但是这里面有个淡数 这个众生里面 是要随顺你教到发菩提心的这种众生为主 所以 那过程中你知道有所谓顿根 他可能身文性比较强的 然后他进入到 他可以自觉 觉他的 那个 那个 原觉性 中根出来了 他是有 有这样子的过程 但是他们都是以断恶 修缮 利益众生 三种发心为开始 所以不是一开始就是以自我解脱为主 不是的 所以各位分了出来 所以你们 我们大部分都有一种 自我解脱的生文性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你这样的生文性里面 你最初发心 当初认识这个大圣佛法 最初发心 都是常常念的那句 吃饭的时候念 愿断一切恶 愿秀一切善 那是第三句都念得很小声 四度一切众生 可是念小声 你只是在反应说 我不敢那么张狂了 所以我还是回到 愿断一切恶这件事情 一直在持戒 那你们愿意今天又得来听大圣戒 就是因为你也发现 愿秀一些善 我的恶要断得清 我对佛法的善 之善 是要极致究竟 究竟的善 不是人天善 也不是解脱的善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的巨族文师 一直是扣住这个色善法 这件事情一直在努力 所以也不要小看自己 所以愿断恶愿修善 是我们现在目前一直在进行 那饶愿友情 时不时要跟各位这样的辟语解说是因为 饶愿友情 从大菩萨这样做到我小菩萨也一样可以做 他只是量没有这么广 但是本质的东西要有 所以你在听清戒 有时候听得很模糊 其实不是要你每一条清戒都做到 因为你会做到怀疑人生的时候 你就先停一下 先往自己的五蕴观照 你是不是在里面产生了疲倦 追悔 甚至起那个所谓不能的心 这个东西要先降服 再回头再看 师傅讲这个清戒的意识 刚刚的辟语 这条也是清戒其中一个 也是清戒也是其中一个 那今天就先启动这两页 那所以回归到这个度众生品 要摄取众生之事 你必须一直在福会二门上 于福的这一门不失慈戒 不断的做精进 那这里面的忍 生忍法忍 生忍 这个智慧们 表层的智慧 就不断的支持你的福 不失慈戒 精进不断的做 这个就是生忍的一个思维 那到法忍 进入到这个缘起所生法 无我无相 无我无人的这个境界 乃是以你心中不直取 三轮 三轮到底哪边在执着 所以这种法忍 就进入到定跟会 所以智慧的这一门 所以这个射中生 一定要这两门 像你的这个飞行的两端的翅膀一样 所以今天先做这样的简单的一个讲解 那至于这个我没有讲完的这个 我讲到慈悲二门 那这个后面的这个所谓的 一切不失呢 要具有这个堪忍性 那就是当你的不失是善 但境界是恶的时候 你菩萨必须有起两种观 把这个当福田想 当穷田 贫穷的田来想 那底下你们先看 看不懂下次可以再问 后面的我就不讲说 你们先看 福田 那福田里面怎么还有贫穷田呢 所以他 他里面的意思呢 基本上于顺境 为了要增上 这个你的福 你要观想 你看什么 那个贫跟穷 哪个不一样 贫呢 就是你在所 你的所需上面呢 处处不如意 这个很贫穷 贫穷 对不对 贫啊 那个穷有时候不一定是贫 这个人穷的只剩下钱 那个才是穷 那个穷 就是内心没有力量 所以这边的穷 是在批语说 你内心没有力量 你是在修福 没错 但是 你的福要不断的增长 所以在救济你的穷 你内心的资量真的是不够 所以你心里这一块就穷 那所以这边批语呢 我要不断的增长 你说有福的人 有时候不是在看他外在的财气的东西 条件的东西 他反而是看他内心这个人 他有也好 没有也好 热闹也好 那个寡淡也好 所以那种福啊 是心里上的福 那个少欲知足的那种福 所以他不穷 这个人不穷 要从这个角度 但是我现在讲 不是否定向上的那个福跟穷 那个很多的因果条件在转的时候 那个现象说得过去 可是内心呢 要讲福跟穷 就是说 其实你是借着修福 而且福里面不思都是蛇 是那个东西才让内心欢喜 若没有这种真正不思的性格的人 你要他拿出一毛不拔的人 他心中痛得要命了 所以这个人穷得很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 我要增长我内心的这块田 是在长养我内心的穷田 是在翻土 你这个苦 你这块新田太没有营养了 所以我们是借着真福 失于贫苦 对不对 所以失于外在的贫苦 是把内心这块的穷苦的田 给慢慢的长养 为了增长无上的智慧 而失于福 所以它有两个层次 改变我内心穷苦的状况 失于外在的贫穷者 那做完这件事情 其实内心都在舍自己的迁贪 这种智慧在长养 所以它转成福田 所以这时候你内心的福田 是指这个 所以那从一个角度 从报众生恩的角度 失于福田 那黎敏众生的角度 给失贫穷 所以能失于贫穷 你就是在失于自己内心的贫穷 那你报恩的角度 你内心的这个福田就长养 所以福田还是贫穷田 它就是一体两面 从这个角度 你才看得懂这张文章 所以舍烦恼失于福田 那失于福田 这时候就是我们会讲福字 为什么可以变成一个 因为你舍烦恼 那个穷田不再是穷田了 你现在变成一个福田了 那你这样的福田 再去做的任何一种福 都是变功德 那你这种功德 才能真正的祭贫 所以第三句 舍烦恼固 舍烦恼固建立了福田 你本来内心也是跟众生一样的 都是要伸手要获得 那这种人就是穷 穷田 但你现在可以舍 布施是因为 你不是在舍那个物 是在舍烦恼 所以你 由于这个动作 你内心的穷田 所以你布施不见得 是比那个街的人还有钱 不一定 有些有钱人都还登记 那个社会福利 都还在拿我们的钱 所以那种人穷 美国也很多 台湾应该也很多 只是没有被爆出来 所以这时候 你是从内心的福而出去了 所以穷田不在你身上发生了 只在初期 我知道这个事 那你这样子的内心的福 其实就是公 有公德的田 而再出去 才能真正的祭贫 因为这时候祭贫 就是慢慢要教导众生了 要慢慢教导众生了 所以底下的这个文 可以自己看 要不然你会看不懂 为什么布施 怎么还冒出一个穷田 它是在指我们初始 那种不舍的状态 就是一个穷的状态 那你借着施 你这块穷田 会慢慢转成福田 那福田 你现在慢慢能舍的这种 有福分之人 你是有福分之人 慢慢借着三轮体空的智慧 这个福田慢慢都有功德了 所以福田是基业 也就是说你要转成功德之前 你这块田要翻 要雷 要礼 因为它就是一个穷乡僻壤的状态 那现在变成福田 你要下这个六度种子 转为功 三轮体空才有 所以福是基础 才有功德 所以我们其实都在自己的心地用功 所以这一段批语你们要知道 各位已经做这件事很久了 不要一直认为没有 不要因为一时听不懂这些文而认为没有 我们已经做很久了 只是说现在在听这些东西 在车动一下 你们可以再突破一下 希望刚刚讲的天花板地板那种批语 可以让你们有所体验 不要变成娇牙败种 好下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